大家好,我是宇哥 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全被中村擅自销毁了 爱丽丝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因此当中村邀请地加入中枢时 她一字一句回应道 我不认同收拾的观点 也不想去认同 您的所作所为我绝不会忘记 现在我不会再让您任意摆布李奈了 说话间李奈走了过来 爱丽丝感叹 如果不是你爸 我和你的关系可以变得更更更更好 你最近一直摆出一副很丧的表情 你必须向你爸表明态度 你就是你 不会受任何人摆布 自从中村成立 料理创作的课程便全部被砍 绝而在之的是按照菜谱做菜的课程 这天工作员进来 告诉学生 复得这堂课的老师 因不遵循中枢的方针被解雇了 会请十节第一席小司为大家带课 学生们惊得目瞪口呆 小司让大家毛髓自荐 做自己的助手一起展示料理课程 大家你推我 我推你谁也不敢 创真却不声不响的走了过去 小司又展示的是 是法师料理中的舞阳开胃菜 并且会五道菜品同时进行 由创真来为他打下手 光是听到小司的要求 大家就快崩溃了 一口气要做这么多事 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然而创真却完美的做到了 而且还准确做出了预判 大家看得称呼皆熟 又说法师的料理技巧 创真可是被四公师傅训练的炉火纯灸 一会儿功夫 小司已创真就将五道菜品完美重新在了大家面前 小司请大家用同样方式来料理 时间也要和示范的一样 我的天哪 学生们吓得就差像小月月一样无嘴了 下课后 小司称赞创真的身手比自己想象的还厉害 诚心邀请的家务中枢 成为他的心腹 与此同时 李奈也重新回到学院上课 支持中枢的讲师 希望他能为中枢与远远效力 李奈却头也不回地告辞离开 其实这几天 李奈的心境也发生了转变 这多亏创真与极心聊的大伙 他们毫不妥协 不屈服于中枢 艾丽丝更少于中枢对峙 向他表达了自己的愤怒 看着他们的背景 李奈也开始了思索 小费与李奈 无一能看到创真与小司的教师说话 下意识地躲在窗杆下偷听 创真说自己不会加油中枢 但他很开心被思学长认可 小司却说 他并不需要创真的料理 只希望创真可以协助自己 让自己的料理更加精炼 创真恶然 原来不光自己 每个厨师都是这么以自我为中心 小费与李奈看到会死经过 把他也拉了过来 小司希望创真 再考虑一下自己的提议 创真却说 无法展现自己的料理 便什么意义也没有 再说思学长根本没看过自己的料理 原来如此 那么要比试一下吗 杜圣时节第一席的席位 不过如果我赢了 你就要加入中枢区于我手下 你接受吗 正好我意 小司提用鹿肉做主食材 创真将料理的种来定为法餐 越想即时 创真觉得思学长的法师料理非常有冲击力 所以他想用自己的法师料理来碰撞一下 就在创真思考要做哪种料理时 小司也将处理起鹿里计 他将裂结切成块 撒上银好胡椒放在明火烤箱里慢慢加入 同时在平底锅里铺上切成块的油脂和露金 时不时连上融化的油脂防止表面肝脏 对食材充满了慈爱 李内说那正是思学长登上第一席的原因 他可以在真正意义上与食材进行交流 肉质在肉肉上静静泛起波浪 重新了食材最完美的状态 那种感性和技术已经不是人类所能及的了 小司说他作为中学的一员不能输 所以不会手下留刑 创真问道 中书到底想干什么 应该会将无法端出真正料理的餐厅全部摧毁 为此首先需要优秀的处施 现在学案内所进行的塑形和课程也是为摧毁全国 不够隔着电袋做准备 那时城里的大众饭店会被淘汰 只有能端出真正美食的餐厅才能淋漓于道路两旁 比如说三田村还有我老家的信平饭馆 即使对某些人来说 异常真实的地方会消失也完全不如故技嘛 果然我不适合当学长的心腹 不会加有中书 这场对决我一定要赢 听说创真又像食杰第一席挑战 三个女孩僵意的睁大了双眼 此时创真将鹿肉的金挑丸 将洋葱碎和大蒜碎撒在鹿肉上腌制 而后从书包里翻出了一包零食 天经栗子 有种栗子与鹿肉的组合在法餐中并不罕见 可这栗子毕竟是零食 到底能否做成正解的料理就难说了 而后创真取出一只木炭火盘 看上去与法式料理一点不搭 李奈却觉得用炭火烤很有优势 炭火的表面温度超600度 仍用扇子扇火注视 温度能达到1000度 且木炭发出的红外线还能直接加热食材 如此一来鹿肉表面会焦脆 而内部却柔嫩多汁 可要将炭火的独特风味融合到法餐却并非易事 不多时创真料理就做好了 他突然想到评判需要裁判 于是拉开了窗子 喂 你们要尝尝吗 原来创真早就发现了他们 李奈大方的同意了 并让惠子与小飞按各自的想法评审机口 炭火让鹿肉香气诱人 与甘粒独咬的温和香气集合 更加凸显了鹿肉的厚食和多汁 惠子问道 这是将切磁的甘粒加入了酱汁吗 我在小牛高汤中加入肉桂条 削下的橘子皮 切磁的甘粒进行炖煮 面名为信平流利的酱 小丝不见 为何原本以法师料理不相亲的炭火风味 在这道料理中却毫无为何 李奈大道 是咖啡 创真称赞道 没错 不愧是神之说 其实这是创真 在四公师傅那里学到的 野味和Coco非常相配 但创真对Coco毫无经验 便改成了季葱咖啡 深水浓厚的韵味与苦涩感 和法师酱料也堪称绝配 所以他便试着把咖啡当作隐藏味道了 这就是创真的原创料理 炭烤露铜佐利子酱 李奈觉得这道料理非常新奇 但不可否认这就是法师料理 而小丝也蹲着他的料理 双面烤鹿肉 整面切口呈现出美丽的玫瑰色 香气四溢却又清新爽口 不断涌出毫无杂质的肉汁 更令人惊叹的是 居然有两种酱汁 右边的是胡辣椒酱 也鹿肉高汤熬制而成 野性粗犷 却具有能延伸拓展的透明感酱汁 在其中加了数种果实 表现出酸味与爽口的甜味的 就是左边的酱汁 胡椒果酱 酱汁中的胡椒带来刺激的辛辣感 为鹿肉清淡的肉汁增添了层次感 听吧 李奈一一说出了酱汁中所包含的配料 引得小四拍手称赞 但李奈觉得事实并没有那么简单 酱汁中不同状态的果实 产生了香橙效果 只要有任何一步出错 便会产生杂味和多余的苦味 除了小四无人能及 小四大方的请学妹们进行评判 一阵沉默后 李奈公布了评判结果 司学长的料理获胜 小费与惠子觉得 创装的料理很厉害 但司学长的料理更加出色 是无法动摇的事实 就在他们为创真要加入中枢而难过时 小四说道 吃过创真的料理以后 我发现他实在太难驾驭 因此就不硬拉他加入中枢了 而且这场对决 根本算不上实际 就当做不分胜负吧 创真去说 不 是我输了 实力的差距我也搞清楚了 但加入中枢我是绝对拒绝的 小四前脚刚离开 李奈就追了上去 询问学长是否在同情创真 正好相反 他的料理绝不会有一丝动摇或扭曲 所以我觉得 把他应留在我身边实在太危险了 仅此而已 数日后 受力残倒第二回合开始了 惠子代表乡土料理盐 肉脉代表盖盐 丸井代表公理盐 分别与中枢进行实体 三人居然全部获胜 保全了所在的研究会 让人信心大宗 创真却发现 西剑炎并没有参加实体 傍晚 大家在吉星流 举行了第七次神之蛇试试祭典 一向傲娇的李奈 也渐渐与大家打成了一片 这时新主帅中村 突然扣响了吉星流的大门 大伙见状 纷纷挡在李奈身前 中村命令李奈跟他回去 大家不同意 宿管大婶闻声走出来 大家这次知道 中村也曾涉吉星流的毕业生 原来中村高中一年级秋 成为了十节第三席 第二年得到了第一席位置 数年后和替妾家签金结婚 成为了料理店人人认可的顶级明星 直到被左门放逐之前 中村决定暂时离开吉星 但他相信用不了多久 李奈就会回到自己身边 创真随后跟了出来 中村学长在这里住了好几年 难道对这里一点感情都没有吗 现在这间宿舍 已没有了我所追求的世界 我在宿舍时是即兴的黄金时代 那里由我所尊敬的学长崇一郎 他的想法天马行空又细腻精致 属于感性之高 至于普罗大中有的不同的基因 成一郎是我老爸 真的话 恰巧被跟着的李奈等人听到 幽静还找出了成一郎来宿舍时的活影 李奈天后惊骇不已 中村笑了 我在远越发起的大变果 都是为了救赎 让学长多多的料理界 那份救赎很快就会完成 他走后 众人陷入了久久的沉思与遐想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喜欢这一段别忘了点击订阅钮 等待宇哥更新 并在微信里搜索我的公众号 宇哥讲电影这五个字 点击关注 公众号里有更多精彩的拥有 喜欢宇哥的视频 请订阅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 对了 还有别忘记转发哟